關心國家大事的群組 然後裡面有赤資500億 蓋最大的主題樂園 然後資訊是說 這是真的全球知名的遊樂園 總裁在媒體透露 他說2025年的時候 要在本市赤資500億 遊戲中的訊息卡 出現民眾在電視、網站、社群軟體 等不同平台 可能接收到的各種訊息 玩家可以選擇分享 或是用查證卡來求證 模擬訊息傳播 對選舉所產生的影響 年底選戰將至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開發選情風向球 媒體素養桌遊 希望透過寓教娛樂的方式 將媒體素養融入在生活當中 每到選舉的時候 因為選情激烈的競爭 難免會有各式各樣的 這種競選宣傳造勢 甚至是負面選舉 用來抹黑或攻擊對方 希望能夠在選舉當中勝出 那公平的這種選舉過程呢 可能就會蒙上這個陰影 這會造成台灣選舉 為人詬病的這個部分 所以如何能夠在選舉當中 避免這些不當的選情的資訊的操作 特別是虛假訊息 不實訊息 抹黑的訊息 來干擾選舉的有序的進行 然後來影響選民獨立 正確的這個判斷 確實是很重要的 我們需要共同來面對的一個課題 那今年呢 煤官開發這一傳遊戲 初衷很簡單 就是要希望能夠寓教於樂 讓大家透過遊戲能夠更了解 在選舉當中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選舉資訊 在選舉當中 我們如何判斷候選人政黨 以及各陣營所發布的訊息 以及如何去監督他們的言行表現 包括選情跟選前跟選後 所以這一款遊戲 雖然是一款很小的遊戲 但透過玩的過程 我們希望有更多人來參與 跟了解這一場選舉 或者是下一場選舉 那不管你今年的手頭族的年輕人 或者是年年都有參加選舉的成年人 那這一款遊戲應該都是老少嫌疑 桌遊中四種議題板塊 還原選舉過程中 社會上充斥關於多元人權 經濟建設 民生社福 外交兩岸等各種訊息 玩家在遊戲過程中 可以從訊息來源及合理性 練習評估訊息可信度 察覺出帶風向的訊息 進而反思如何在各種訊息中 做出選擇 他其實是跟我們的台灣時事 是很蠻能夠結合的 所以很明顯他是能夠呼應 台灣某一些現象 然後我剛剛看到那個東西 因為實在太像之前所看到的訊息 所以就會覺得應該要查證 所以我就想說先做查證 那我覺得他這個設計 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就在 就是說你把這些分享跟那個 那個卡片都繼續放在這邊 你就可以最後面去統整說 哪一些他訊息其實是假訊息 然後他被轉傳分享出去 那其實他的擴散的效果 其實就會開始觸及到很多不同的人 對 所以我覺得 從這個遊戲上面設計 可以發現說 某一些議題他其實會產生不實訊息的效果 那另外就是某一些候選人也會因為 從這個過程中得到好處 那你也可以從支持某一些訊息 轉傳出去而害到某些候選人 其實他很南瓜性的把我們社會上諸多的議題 基本上都包裸萬象的包含進去 而且在新聞的選舉上也都選取到一些 非常極具代表性的新聞這樣子 尤其是像有一些會因為立場或證件不一樣 所以導致有不一樣的起伏 支持度的起伏 尤其就是為什麼一開始要擺在10 而不是擺在0 是因為候選人可能會因為他的證件 或是因為新聞來導致他的支持度 會有上升跟下跌 我覺得就是這個桌遊還蠻有巧思的地方 再來就是因為查證跟分享 尤其是分享 像每一輪結束 我們都需要有分享的這個動作 其實就跟生活上 我們可能順手轉傳這個動作 其實蠻相似的 可是其實它卻會帶來極巨大的效果 不管是對社會或是對你個人 可能都會有蠻大的影響 所以我覺得把生活中的一個小舉動 變換成屍體的桌遊 來讓我們領略到底 其實是蠻有意義的 他的每一張這個訊息 資訊卡 他都會搭配一個查證卡 那查證卡的過程中 因為他查證卡他會講一下 他查證的這個歷程 還有這個結果 那像我剛剛在玩的時候 因為我是支持二號候選人的 那所以說就是候選人 他是有希望說可以 他的證件包含了一些 就是民生社福 那雖然我們在遊玩的過程中已經看到了 已經看到這個遊樂園的這個資訊 它其實是假的 然後有一個新的 有一個查證的結果 那這個 這個結果我覺得他對於我的 我想要 如果我要獲勝的話 我覺得他對我的候選人的影響是不好的 所以我會選擇投這個 去分享這個假新聞 那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遊玩的過程中 就是孩子可能會為了想要勝利 然後去站在不同的 站在他所選擇的那個候選人的立場去 他就有可能會去轉傳到假訊息 我覺得這個動作他其實就可以讓孩子的印象還滿深刻的 可以在未來在看這些訊息的時候 他就會有意識的知道說 他背後是有哪些立場在支持 所以這個訊息他即使是假的 有一些人還是會去分享他 去擾亂大家的一些印象這樣子 不同的分享管道 像這個你就很明顯 從一些線索可以看出說 他可能是 這是那個YouTube的樣子 對 然後像這個可能就是 臉書的分享 對 然後我們剛剛玩 還有發現一些是 它是新聞 但是上面那個標題是找不到 那可能就是我們常會講的那種內容農場 對 所以我覺得它的設計其實還滿細膩的 對 然後 因為我們自己本身在社大市在推 就是媒體素養的融入式教學 對 那其實這個最關鍵的就是會希望說 很多很多 我們在希望讓學人去了解媒體素養的過程中 他其實是可以從生活中去學習的 不是特別跟他說 我們今天要上媒體素養的課 而是可以像這樣寓教娛樂 從遊戲中 從生活中裡面去做學習 對 那我覺得像這套桌遊其實也提供 以教學者的角度來說 其實也提供教學者很多的資源 像很多老師他可能沒有辦法自己去搜尋很多很多的新聞 但這裡面很多新聞其實都還滿擬真的 那老師可能翻就會找到就是跟自己的印象可能有連結的 那可能就會是他很好的一些教學素材 對 那這些剛剛佩倫有介紹到就是這些小的設置 其實在遊戲後都還可以再做一些分享 對 那我覺得不管是趣味性 然後或者是真的用在教學上面的 這方面的可以達到的效果其實都還滿不錯的 選情風向球媒體素養桌遊將於9月初發行 並且展開後續教材推廣工作 美觀基金會也將提供桌遊的教師手冊 讓教師帶領學生在遊戲中進行討論 而民眾也可以透過美觀官網 臉書與桌遊通路取得選情風向球桌遊 選情風向球 訊息流通我掌握 記者聯席會議台北報導 請問一下